环太平洋2014演习175特混编队已经完成了全部三次对番茄杀手漂浮靶的主炮实弹射击 参演的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海口舰两次直接命中标靶 那么之后编队也转往了夏威夷瓦虎岛以北的演习海区 将会演练海上封锁行动的主要科目 由中国海军与美国 法国 墨西哥文莱海军组成的175特混编队 北京时间12号进行最后一次对番茄杀手漂浮靶的主炮射击演练 在环太军演全部三次对番茄杀手靶的主炮实弹射击演练中 中国海军海口舰弹着集中两次直接命中把镖 我们平时在国内的训练科目密集训练强度大 整个系统的人员装备配合程度非常高 第二方面是针对此次射击使用的目标 美方番茄板以及原来海区的气象情况 我们进行了专门研究 在雷达跟踪目标回波不明显的情况下 我们及时转光电观测 并根据当时的海区情况进行了精确的修正 达到了良好的射击效果 完成对番茄漂浮靶的主炮实弹射击之后 175特魂编队就转往瓦虎岛以北的Mure-3演戏海区 这个海区距离瓦虎岛约30海里 总面积1600平方海里 在这个海区175特魂编队将演练海上封锁行动的主要科目 包括小艇突击 直升机突击 以及多箭拦截与灯铃 富豪卫视邓丽丽吴志成李欣平 海口见报道 美国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 目前停靠在韩国釜山港 准备参与本月16号开始的美韩拦截飞机训练 以及22号开始的美日韩在冀州岛的大规模联合海上演练 朝鲜国防委员会政策局发言人12号批评 就在平壤政府发布声明 呼吁改善北南关系之际 乔治华盛顿号就来参加军演 这是对朝鲜的公然挑衅 朝鲜将进一步巩固自卫核武力量 时刻保持打击状态 这位发言人斥责美国 每当北南关系出现缓和迹象 都会出来干涉 设置障碍 朝鲜呼吁韩国不要错判形势倒下美国 而因从民族优先的立场出发 寻找出路 朝鲜在11号透过对韩宣传网站 发布文章指责美韩军演针对朝鲜 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严重挑衅 凤凰卫视总和报道